娱乐转圈圈 一头长发 半竖半批 总喜欢男扮女装 做事刚正不讹 毫不偏思 武功高强 单枪匹马和飞流挑战 也是不相上下的程度 外表看似冷漠无情 唯有丈夫聂锋 是夏冬的软肋 一个是赤燕军前锋大将 一个是玄敬斯的一把手 皆为人中翘楚 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新婚不久 聂锋便随赤燕军出征 没多久 赤燕军主帅谋反 聂锋在梅岭之战中 全身被火烧焦 又掉进去借虫窝中 被咬失全身 这才保住了性命 夏冬多年来 一直前行调查的赤燕军谋逆案 万万没想到 自己一直敬重的师父夏疆 才是幕后黑手 后来夏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帮助梅长苏和静王翻案 不知道夏冬和丈夫重遇的这一刻 有多少人被感动到了 饰演夏冬的演员名叫张灵星 199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没错 就是那个名副其实的明星班 1998年 在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永不明目》中扮演男主萧桐的第一任女友郑文艳 从而正式踏入演艺圈 天生一张娇好的面孔 加之身材修长 一出道就被冠以性感小妖的称号 也因为扎实的演技和低调的作风 塑造了很多影视剧的经典角色 《流星蝴蝶剑》的孙小蝶 处女作电影 水墨青春荣获美国 国际电影节最佳星人 蒋和静王王凯 在痴青中上演了一段解放初期的唯美爱情 不看不知道 原来这些热播剧中也有张灵星的身影 父母爱情的女汉子江亚飞 《我的前半生》的罗子群 精英律师的肖凯丽 出道20年 35部影视作品 有点儿 拼命三娘的意思 但人家可是事业 爱情双丰收的主儿 早在清通的大学时期 张灵星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护药芝 个人履历相当精彩 多重身份加持 护药芝比张灵星大12岁 当年应该是师生恋了 俩人1995年确定恋爱关系 还是女方捅破的窗户纸呢 恋爱长跑九年后 在一次很随便很日常的对话中 就把结婚证领了 婚后二人齐心协力打拼事业 直到2016年 儿子石原出生 这段恋情 才算是被大家知道保密工作堪称一决 当妈后的张灵星社交平台 所见之处 基本都是上网 当然也没放假工作 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依然有剧在播出 作为女演员 也没忘了 时刻保持身材管理 灰暗戳戳地 在微博上秀秀恩爱 看着一家三口的照片 亲密无界 是嫁给爱情的 美好模样制 祝福 最后一句有的人 孩子都打酱油了 有的人那个对着他还没找到 再见催婚了 奸笑 表情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江和法媛 遥感免 夫人 优优感免 感谢观看